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我想做一个武侠的或者是电影电视剧里看到的特效呢 你完全可以把这段你喜欢的视频截取出来 然后用比较慢的速度来看它到底是怎么做的 往往都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这种分身又有瞬间移动的效果 那这里有两个知识点啊 咱们首先有两个目标嘛 出发之前有两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啊是这个人怎么样很快的进行移动 哎 哎 这个移动是第一个知识点 这是政治方啊 我们道德方的就是这样的了 哎 第二个知识点的是 你可以看到在同一画面里出现两个我啊 这个是本人啊 有两个帅小伙同时出现了 这是第二个知识点 那么这两个这堂课呢 主要就是这两个知识点 希望大家呢要学会变通啊 通过一个案例能够联想到其他的一些其他的啊 你喜欢的特效用我们的方法是不是也能达成和做到 好了 我们现在呢就开始我们的课程正式进入课程 首先呢 我们选择文件新建项目 咱们新建一个空的项目啊 然后点击这个项目的空白处 项目下面这个空白处导入这个之前拍摄的 视频素材选择导入 然后呢 这个视频素材就导进来了 导进来之后呢 按鼠标左键拖拖拖到这个新建项目的按钮上 松开鼠标左键 你可以看到拖拖上来的时候呢 它的颜色会变啊 这个时候再松开鼠标左键 就会新建出一个合成项目 这个合成项目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 你会看到的这个项目会自动生成这种数值的方向啊 比例是它依照的这个咱们拍摄的视频素材啊 宽是720高是1280 然后呢 这个时间长度呢 是18秒08 看到了 18秒08 这是另外一个新建合成项目的方法 这样的新建方式呢 会比较快的啊 完成新建这个动作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合成项目啊 咱这合成项目的名字现在太长了 而且没有什么中心思想啊 直接按一下这个键盘上的回车键 回车键大家知道吗 我给你看一下啊 就是这个 这个大的回车键 啊我们点一下这个回车键啊 就是这个大按键回车键 点一下以后 我先把它放下去 按一下回车键啊 这种情况下就可以重新命名了 就起个名字叫乾坤大挪移 打错了啊 乾坤大挪移 回车 这个项目啊 合成项目的名字就起完了 叫乾坤大挪移啊 现在这里看合成项目 乾坤大挪移 下面就是这个时间线 对吧 好了 废话少说啊 咱们开始课程 那么移动这个光标 鼠标左键拖转这个蓝色的位置 拖转光标到 哎 从这开始 从这开始了 对吧 前面没有用 怎么办 鼠标左键移动到这个 实 啊 素材的这个开头的地方 变成左右箭头 这种光标以后 按住鼠标左键 往 右侧拖转 直到这个时间线的位置 然后呢 尾部看到哪 打完这一拳以后就结束了 对吧 那么我们就把它放在这 打完一拳 OK 也是将鼠标移动到项目结尾的地方 变成左右箭头 按住鼠标左键 向向左拖转 那么这个视频呢 现在就只剩下中间这一部分了 前面和后面多余的都删掉了 对吧 那么现在我们用的是这种手动操作的方式 好处呢 是方便大家入门 没有基础的也可以更好的去看懂 看明白 快捷键呢 其实是可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的 但是我们目前呢 先不讲它 按住鼠标左键 选择这个 把素材把它向左拖 OK 就在这了哈 在它这个结尾的地方 把这个项目的工作区域 对吧 把鼠标放到这个蓝色条上 按住鼠标左键 向左拖转 OK 现在这个范围就已经确定了 确定以后呢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第一步 叫什么 瞬间移动 那么加一个图层上面的时间 重映射 快捷键是Ctrl、Alt、T 好了 那么这个特效的 原理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操作你会看看懂的 刚刚我们看到了 人从这里边举手 然后到瞬间移动 一直到结尾到这儿 是这样一个内容 然后我们说呢 视频动的这种视频呢 是由于系列单张图片组成的 对吧 那么我在当前的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动作的地方打一个关键针 再到它结尾的地方 再打一个关键针 这两个关键针呢 就记录了当前的这个动作 如果啊 如果 我把这个 向前拖转 就是在两秒 你现在播放会看到什么效果 非常快 非常快 这个人就移动完了啊 到两秒的地方 本来要到这个13秒 现在到两秒的就结束了 然后到 停到这动作就不动了 为什么啊 因为默认的人 只要指定了时间重用设 在它这个素材的开始和结尾的地方 都自动会打关键针 你还记得吗 我们刚开始进入项目的时候 把开头和结尾都去掉了一些片段 那么我现在不想要这个画面 我把这个删掉 删掉以后 它现在就定格到这个位置了 对吧 最后一个画面 那么 如果把它拖转到结尾的地方 就是时间啊 同样一段对话 刚才从13秒变成2秒 现在从2秒变成18秒 咱再看一下 播放的看一下 诶 是不是动作变得非常慢 慢动作 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是吧 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好了 stop 那么大家看到啊 现在的动作非常慢 这就是这个时间重用设的妙述 然后把最后一个光标把它移动过来以后呢 咱把这个时间啊 现在把这个关键针啊 移动到原始的这个13秒的位置 如果啊 我点击鼠标左键 在这个空白位置 框选 把这两个关键针呢 选中 选中 选中以后啊 在关键针上面呢 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关键针 选择这个时间 反向关键针 反向关键针 你再播放 看到这个人 现在是 怎么样啊 你给我答案答案 你发现他 你发现他现在是倒着 倒着走 对吧 倒着播放 有很多电影里面呢 说主人公 站在那 他是正着方向走的 而其他的所有人 背景上的所有人都在倒着走 这种动画呢 往往是用这种特效来完成的 他是两个层 第一层呢 是主人公 后面是蓝背或者绿背 抠向以后 背景的人物呢 本来是向前走的 但是使用了这个时间重新设 其他所有人都变成倒着走了 啊 这种效果 通过我们这个时间重新设 就可以完成 好 那我现在把刚刚那个步骤 撤销回来 Ctrl加Z 啊 这有快捷键显示啊 提示 这个是常用的 就撤销到 回到原始啊 上一步的效果 那么我就回到了 调整之前的这一步啊 还是正着放 好了 那么现在大家已经了解了 时间重映射的 使用方法和效果 对吧 刚才那个倒放 还可以应用到一些武侠片啊 人本来从房顶挑到地面 啊 然后一倒放就从地面刷的飞到房上去了 对不对 也可以通过这种手段来达成 这个千变万化嘛 万变不离 万变不离其中 好了 那现在就回到我们的课程啊 拖动鼠标 他第一个动作到这儿 然后从这里开始动 是不是啊 好 就从这个要动的地方 点光级针 那就是说 第一画面它是停在这儿 动 到这儿要摆POSE的时候 到这儿啊 再打一个光级针 好 又摆好POSE 也就是说 这一段呢 是摆POSE 动 摆POSE 再动 再动 又要摆POSE 点光级针 摆好POSE 点光级针 跑到这儿 准备摆POSE 摆好POSE 点光级针 最后这段就是一个开拳 也可以让人停在这儿 一会儿再开箱也行 先不管这个 然后 好了 那么问题来了 它实际上 瞬间移动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在这个POSE 和这个POSE 之间的动作 这个动作加快了 对吧 那么很简单 按住鼠标左键 在这个空白的地方 把后面这部分的所有关键针都选择 框选掉 选择了啊 再按鼠标左键 拖拽到当前 再往前一点也可以 拖拽到这儿吧 那么这个动作本来发生在 多长时间之内呢 发生在两秒 一秒多吧 因为前面还有 还有这个五帧画面 一秒多的那个内容 我把它通过鼠标左键框选 拖拽 变成只有半秒吧 就发生了这个动作 那你现在看一下 咱点击播放预览一下 动作之后变快了 说完就完事了 同样道理啊 有框选 先拖拽 本来发生在海长时间里的内容 把它压缩到比较短的时间内容 发生 这样它就会产生 瞬间移动的效果 好 再点击这个播放看一下 看到了吗 这个地方可以适当的 给它稍微留长一点也可以 因为空间比较大 从这个位置一直到我们摄像机前面 然后你会发现从这开始啊 再往后就就是一个定格的画面 没有用对吧 我们可以把这个工作范围拖转回来 OK 那么现在呢再给这个 我们拖拖拖到这啊 这移动的位置 现在看起来这个整体的位移啊 好像跟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高速移动的东西有些差异和区别 差在哪儿 现在很明显是加速的人嘛 对吧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快速移动的物体 它是有模糊的 然后呢时间里边有一个 这叫什么啊 物理的运动模糊 把它拖拖到它运动的过程当中 看到现在就产生了非常厉害的拖影 把这参数调大 不用特别大啊 上次我们调到一千多 这个你可能调到三四百就行了 点一下播放看一下效果 好再来一遍啊 主要是这个位置啊 birló 两两三公司 让我们来开Ń 运动模糊 所有钢琅 你看照片 就是 还有 一 谢谢大家